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成为很多男性的一种情感共鸣 这也大概是很多男性喜欢用至尊宝作为头像的原因吧 虽然至今都在神谈 但是大话西游当年上映时却是惨败收场 投资4500万 票房只有3000万都不到 不仅票房哭街 很多观众也表示看不懂 大家原本以为看的是西游记 可是却被片中那种滑稽 荒诞 悲伤地在创作 搞得云里雾里 孙悟空形象更是陌生而不解 这部电影就是这样神奇 当看懂的那一刻 很多人都是泪流满面 无法忘怀 如果说渣男喜欢用至尊宝的头像 大抵是想展现自己 与至尊宝一样的情深吧 其实 对于周星驰本人来说 孙悟空和至尊宝 就像是他内心的投射一般 这部电影的戏内 戏外都充满情感纠葛 至尊宝与紫霞仙子 周星驰与朱英 太多的情 说不清道不明 戏中至尊宝欺骗了紫霞 而戏外和朱英 在谈恋爱的周星驰 也出轨了 电影结束后 朱英与周星驰分手 当时传闻是 朱英直接捉肩在床 而朱英也说过 今生不会原谅周星驰 所以 周星驰在现实生活中 曾被李敖称为渣男一美 除了大话西游外 有网友觉得 把周星驰其他电影角色 作为头像男性 也常有渣男属性 例如将周星驰墨镜造型 作为头像的男性 被网友认为多是玩卡 本人外表应该很有型 但是感情方面却很渣 再例如喜欢 用以下搞怪造型当头像的多事 逗比型渣男 性格比较骚 除了周星驰 还有网友表示 喜欢用于文乐的照片当头像的男性 也同样拥有渣男属性 尤其是于文乐的那部 致命于春娇中 张志明的角色 非常受男性喜欢 and 他走了他走了 右下角点个赞 再走啊老板 对 对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